在很多天前有網友問我 當D&M同時Zinn仔麥在一起的時候 應該怎樣讀 一直都沒有時間拍影片跟他講 今日終於講了 好了 其實不是很難讀的 如果你懂得唸TS仔麥在一起 你是沒理由不會唸DZ的 STS之前有講過 嘗試很容易 先把一條尼 這樣我畫個公仔給大家 這個是尚惡 這個是你眼睛 仰惱少少 尼尖在這裏 T音本身是頂住了 而S音是怎樣的呢? 大家看一下 S音是很接近上面 但是沒有頂住 空氣流過的時候 就會聽到一些摩擦的音 這個就叫做T音 這個叫做S音 如果直接T音去到S音 只是把它輕輕下一點 就會聽到這個音 本身頂住 接著我下一點會聽到是 T T T 就是這個音 給大家一個例子 譬如我說 這樣 C A T S 你會聽到是Cats Cats Cats 就是頂住了 接著下一點就會到這個S音 Cats 好了 當你關掉TS音之後 你只要 哎呀 哇 錯了 你只要 將它 是聲帶震動 OK 你的聲帶是發聲的 你讀整個過程 聽著吧 Z Z 我還聽著我後面那個聲 Z Z Z 這個就是DZ OK 當D音和Z都在一起 好了 什麼時候會讀到這個音呢 譬如我說 一個D字尾的字 OK 如果後面加了一個S呢 我就會聽到DZ 我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我整句句子讀 後面跟著一個響音 開頭的字 譬如我說 Keep You Heads Up OK 聽著 Keep your heads u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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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DZ音呢 就會出得很明顯 聽著 Z Heads up Heads up Heads up OK Keep your heads up 再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我 嗯 這樣啦 David David David's Is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聽著 OK David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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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會聽到 Z David's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你就會聽到這個了 明白 你多次了 Keep your heads up And then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David's a good friend of mine 就是這樣啦 明白 講完 還有一樣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我新的白板 OK 就是這樣啦 這個呢 就是我暫時的新的Studio OK 看看大家覺得白板效果如何 給我一點 給我一些意見 要是大家如果我想我用紙的 都可以跟我說 如果白板OK 都可以跟我說 好 完成